歡迎收睇創4KOL 我是尹思哲 自從香港有了轉數快之後 就進入了轉數快的時代 也有人說未來兩三年 可能香港都會變成一個無現金城市 在這個背景之下 究竟做生意 尤其是開餐廳 有很多香港人都喜歡開餐廳 會有什麼影響 或者有什麼啟示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 餐飲王的Billy就跟我們分享一下 Hello Billy不如我們由你開始去講 究竟你開始為何會創辦這個平台 然後在你來講又會不會用到轉數快 那你可不可以和你簡單介紹一下你的故事 OK 其實我們最初幾年前 就打算做一個 因為香港一直以來沒有一個 比較突出的軟件產品 這樣我們就打算做一個 即是可以產生產品出來 於是我就想想做什麼 然後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光顧茶餐廳 我本身家裏也有可能做過一些類似飲食的生意 都做過一些飲食的生意 做過一些飲食的生意 一直以來對於你們 例如茶餐廳 看到一些大姐落單那部軟件機 其實都有一些認識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 即是在幾年前 這些落單機 其實好像十幾二十年都沒有什麼變化過 而且我也聽到很多業界的聲音 即是他們很想有一些新的產品 即是去更加配合時代的轉變 以及他們餐廳本身的營運 其實是的 這幾年好像有看到我去一些餐廳 都開始慢慢有些轉變 有些可以用手機 有些可以用iPad去落單 是的 其實轉變是分幾個階段 是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一些功能性的轉變 是的 例如可能六七年前 那些手機都是剛剛開始流行 是的 那些老闆就會開始 或者那些營運者就會開始想 即是可不可以令到 在一部這麼大的落單機 落單 還是會有些方便的方法去做到 第二就是關於管理方面 以前我們的老闆 如果開了十間八間店舖 他們的管理上都要逐間店舖 可能要親身去到 才可以管理到餐廳 即是可能六七年前 開始有些雲端的技術 開始湧現 使用上的價格方面 也開始比較低 我們當時就會想 會不會這方面可以做多一些事情 第三個階段就是 既然那些很多資料 或者餐廳的營運管理 都已經雲端化了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做更加多 在關於擴展它的生意方面的事情 例如同一些外面的社交平台 或者坊間的職業程式 甚至乎你剛才說的轉數塊 這一類新時代的賠償方法 看看我們雲端的系統在整合方面 是否會有這個優勢 我想現在香港的餐廳 現在是步入這幾個階段 其實聽你這樣說 已經做了幾年 沒錯 然後是否主要你的會員 就是那些用戶 全部都是餐廳的分佈是怎樣 譬如說西餐多 中餐多 還是餐廳 其實我們基本上只是做餐飲業 而餐飲業的意思是最明顯就是餐廳 我們那個系統 其實我們涉獵的層面是比較廣泛的 由一間正常的茶餐廳 即含含含那些 去到一些比較高級的米芝蓮的西餐 或者日本菜Fusion 甚至最多現在的人喜歡排隊的珍珠奶茶 現在排到街頭 不知為何今年突然那些人很豐富 即連那些都可以用到這些數字的平台 沒錯 總之你只要是一個做餐廳的店面生意 我們都應該可以幫到你們 因為我覺得用得你們這些平台 一定是一些肯試新的老闆 所以也有些啟示 在你會員的分佈那裡 是不是真的比較年輕一些 用那些平台的年紀大一些都有 你剛才說的那句說話 其實有部份是對的 有一部份是錯的 一定是錯的 而是你沒有說得到 一部份的確是一些比較新的老闆 可能是接手第二代的 他本身對新科技 或者他本身自己玩的器材 都已經玩得很熟 已經是掌握得很好 他就會找一些比較 配合到他做生意理念的產品 第二就是一些舊式營運 舊式營運 他們可能要感謝Steve Jobs 因為他們老一輩都已經接觸到這些新科技 已經是很厲害 變成其實他們本身因為營運的需要 例如他們在管理幾十間舖 他們都逼著他們要找一些更有效率的方法 明白 因為時間關閉 我們這節先談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再談談其他話題